全體輸出不錯 又可以做協戰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天跟大家玩玩童虎的角色 我們在台服中 已經有射手座推出 下一次推出的角色 理應是童虎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玩童虎 童虎的角色 我自己覺得有點特別 一開始 大家只能用普攻 如果沒有四格的能量 是不能打開那招的廬山白龍霸 而廬山白龍霸是一招非常強的技能 沒辦法 暫時用普攻 看看會怎樣 一次的暴擊 接著再來一次 有連技 這個連技 有1%可以打多一下 這招叫雙截棍 我們可以造成100%的物理傷害 有35%可以用雙截棍打擊 造成80%的物理傷害 這樣其中每一次用武器 就可以獲得一點武魂 武魂會直接影響這個廬山白龍霸 現在暫時看上去 我們已經有3個武魂了 如果配合芬儀 我覺得非常好用 其他角色就用普攻算了 剛才也看到了 這隻綠怪獸攻擊時 它是有協戰效果的 那招協戰效果叫做... 刺 對 武器技癡 如果我們有鬥士普通攻擊時 有25%發動攻擊 亦是發動攻擊時 大家都看到了 現在的武魂是4個 下一回合就可以開啰山白龍霸 就是白條龍的招式 當然一開始也可以 但武魂不足的時候 放爐山白龍霸就比較吃虧了 好 我們直接來放爐山白龍霸看看 OK 現在我們足夠4個技能點 我們就可以用爐山白龍霸了 對 其實看到相當多攻擊 而用完之後 我們會消失武魂 直接再用普通攻擊 為何會選擇綠怪獸 這個陣型其實是官方推介的 但我覺得相當好 因為用普攻的時候 會出到 雖然25%真的比較少 但它的武魂 大家可以看到 儲得相當快 對 即是經過實戰才知道 如果直接看技能 很多時候都看不到究竟有沒有用 我們用美羅的普通攻擊看看 亦有協戰效果 直接有4個武魂 我們再用爐山白龍霸 嘩 非常... 其實我蠻喜歡爐山白龍霸的招式 超級漂亮 威力打出來是8段 每個武魂會加多1段 其實如果說這個陣型 我這樣看 真的會加不少 它的武魂並不是太難加上去 當然 實戰的時候 跟人家打PVP 很難說 現在暫時有一個武魂 給人打 亦有加武魂的效果 就是這招的武器技加 敵人攻擊自己的時候 有85%隨機用一種武器來防禦 前拐 提升自身35%的效果抗性 納盾抵消20%的傷害 其中會用一個武器來擋格 獲得一點霧魂 霧魂跟剛才大家都說過了 霧魂就是要幫我們放爐山白龍霸的時候 有更加強的威力 好 繼續給童虎了 普通攻擊 看看會不會協戰 好 協戰了 還沒協戰 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還沒儲夠的情況下 再開爐山白龍霸看看 好了 打散了 對啦 龍打散了 再用普通攻擊 對啦 協戰之後會再加一個武魂 普通攻 好 其實我自己覺得跟雙魚配合也是非常好 因為你要開不到霧山白龍霸的時候 有時候可能只剩下很多技能點 雙魚就可以去做輸出 這個我們也給他兩次了 6分2 好 現在到3個武魂用霧山白龍霸又會怎樣呢 這個虎魂 好 霧山白龍霸 這樣就會打散了 如果存夠4個武魂的話 就會是10 打一隻 對啦 其實現在你也看到了 這個叫虎魂 其實不是武魂 對啦 其實是叫虎魂的 莫得一點虎魂 不是武魂 對啦 這樣說說說 說慣了 現在又存爆了這個虎魂 繼續 接著美羅用普通攻擊 看看會不會協戰 不會協戰啦 如果我存夠4個虎魂的話 然後用霧山白龍霸 就一次過打進一個角色裡秒 好 只要這樣普攻一下 儲到一個 我自己覺得 自己用完之後 這角色是挺有趣的 因為如果只玩不配合的話 那就挺難玩的了 但這角色也不是很差的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這角色很差 但我玩開的時候 我自己覺得他比美羅好 因為普通攻擊都可以做到一個非常不錯的輸出 我覺得是挺不錯的 如果美羅的話 我覺得他太飄忽了 太飄忽了 很多時候如果說6分2 如果只差1個虎魂 又想妙人的話 我們直接打一下 其實就可以做一個妙人的輸出 其實配合6分2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 很多時候可以即時儲2個武魂 但最慘的地方就是 他真的用得太多了 我自己覺得他用的能量太多了 可能很多時候 路三白龍霸一放完之後 你就無計可思 不過他很多時候都在最後 他的速度不算快 所以我也覺得 這個問題並不是太嚴重 自己遷就 如果存到4個 如果對面全部都沒有血 就有3個武魂就放了 如果對面 那隻你有信心秒到的時候 直接秒了 他們看到輸出真的不低 但是 4個能量真的是致命傷 我覺得這角色玩下去也不太差 我自己覺得是多樣化 有些人可能覺得他4個能量 可能覺得很難用 但是那4個能量可以幫你秒怪 如果你沒有那4個能量的時候 又要怎麼做呢 沒有4個能量 我覺得直接做攻擊 也不是太低的 但是這就要運氣了 直接撥兩下 也可以出多次這個路三白龍霸 對 如果你說 本身有這隻玩風還是玩他好呢 我自己覺得 風的實質協戰比童虎高很多 但是童虎的能力本身比風高 雖然我說完之後 我都覺得沒什麼意思 但是大家要了解清楚 這隻始終是黃金啦 如果你說你本身做開風的話 就做風了 做完這隻風才搞它啦 但是你做完風再搞這隻 就有點奇怪 因為已經有一隻協戰的時候 再去搞 那就麻煩一點啦 我們一個武雲直接開這個路三白龍霸 好 看到了 也是打傷的 但是4格真的很辛苦 我覺得4格用起來很辛苦 但是 射手座其實都用4格 大家會不會覺得辛苦 但是他能秒殺人 我覺得是... 童虎是多樣化一點 如果說組隊的話 童虎是可以組成很多組合 所以... 其實我自己覺得 萬用性高一點 對 所以大家就看看 你這個陣子是否需要呢 如果你說... 喂... 我真的不太需要 這些單體輸出 又可以... 全體輸出又可以的 又可以做協戰 我覺得是萬用性比較強的 如果你說綜合來說 我自己覺得童虎是非常不錯的 這個角色 對 如果你本身喜歡天秤座的話 就走不掉了 對 簡單說一句吧 童虎這個角色 我覺得配合多樣化比較高 對 你本身需要 或不是很使用能量 但在必要時 亦想放能量的角色 童虎就很適合你了 他可以打範圍 即是打多體 亦可以打單體 那招爐山白龍霸 他的被動技能 亦相當不錯 有普通攻擊 就可以協戰 但很多時候 大家都未必用到普攻 除非你說用美羅 雙魚 這樣就可以完美配合 檔格亦是 可以保障他的生存能力 我覺得非常不錯 亦可以拿到苦雲 這個大家真的要去想 究竟你的陣子能不能放下去 我自己有美羅、雙魚、綠芬儀 綠芬儀基本上人人都有 所以我都在考慮 究竟抽不抽好 我自己應該會抽 當他推出的時候 亦希望這段影片 可以讓大家了解童虎這個角色 大家可以留言 告訴我 童虎其實真的不太好 這樣也OK的 我自己覺得很好 希望你勸我不要抽 不要敗家了 今天影片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喜歡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觀看 拜拜